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586集 汤红恩这顿饭吧,吃得很舒服 饭菜不一定要多精致 汤红恩手术后,本来每顿饭都只吃七分饱 但这种吃饭的氛围是难求的 单纯就是吃饭,不是应酬,不是饭局 夏小兰也不是傻子,余奶奶表现得太明显了 等汤红恩一走,借着洗碗的功夫 她就虚心请教了余奶奶 余奶奶和和笑 你真的没看出来 看出来了,所以难以置信啊 夏小兰想破脑袋 汤红恩和她妈妈接触的次数都不多吧 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啊 夏小兰没觉得刘芬不配被人喜欢 刘芬有多好,夏小兰比任何人都清楚 抱大腿是一回事啊 这大腿要反客为主了 夏小兰不太能适应 如果她妈妈能开始新的感情 夏小兰会乐见其成 儿女的陪伴和伴侣是不同的 夏小兰有自己的生活 她不能时刻以她妈妈的想法为中心 就是这首先冒出来的桃花 有点出乎夏小兰的意料 汤红恩的人品 夏小兰还是比较信任的 这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换了一般人在汤红恩的位置 才不会管来投资的港商是什么背景 能为庞城创造经济利益 就是汤红恩的政绩 睁着眼闭着眼 就你好大家都好 当然 汤红恩也不是完全的圣人 在能力范围内 她也并非不尽人情 和夏小兰来往密切后 汤红恩给了远辉竞标的机会 机缘巧合的远辉超水平发挥 把整个市政府招待所的装修工程都拿下 也出乎汤红恩的意料 远辉没给汤红恩丢人 双方当然能继续走动了 别人说汤红恩是远辉的靠山 汤红恩也不解释 夏小兰作为当事人之一 当然清楚 远辉和汤红恩绝对没有任何经济牵扯 汤红恩不在乎其他人是否会误会 因为有强大的实力和自信 以及非常严格的自律 自己不贪不受贿 那就不怕别人说什么 从这点来说 汤红恩本人是很安全的 哪怕仕途受挫 至少不会有牢狱之灾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我都是管不了的 八字还没一撇呢 操那个心干啥 夏小兰觉得 现在的情况是 汤叔叔对他妈妈有点欣赏 人家也没把话说破 他这个当小辈的 跟着担心什么呀 汤红恩的人品可信 又不会做什么伤害他妈妈的事 其他就顺其自然呗 万事随缘 云奶奶想了想 竟然十分同意夏小兰的观点 你倒是想得开 就是这么个理儿 刘芬本人 都懵懂不自知 老太太瞎操心有用吗 夏小兰想得开 一切随缘 现在这模样 八字的一撇都还没落下 雨奶奶发现 自己是关心择乱 老太太那个郁闷呢 好好的清静日子不过 一管起刘芬的事 就没完没了 凭啥呀 她又不是刘芬亲妈 还是被这母女俩 不知不觉迷惑住了 雨奶奶把手里的抹布扔下 那脸呢 黑得像用霉熏过 你自己洗吧 哎 好嘞 本来也没叫您动 您就歇着去啊 老太太又闹别扭了 夏小兰只当哄小孩 等到汤洪恩走了 夏小兰也没在刘芬面前说什么 刘芬本人没察觉 下午还和夏小兰跑去西单看店面 现在的西单已经很热闹 交通也方便 离她近的地方就骑自行车 稍微远一点的就坐公交车 西单有不少热闹的店铺 也有铺子是空着的 刘芬说选哪里 夏小兰再和她分析优劣 总的来说 他们的选择面挺广 在八四年底 做服装专营店 本来竞争也不大呀 私人倒腾服装的 都还在摆地摊呢 摆地摊当然很赚钱 夏小兰就是靠这个 赚了第一桶金 但摆地摊也有很多限制 刮风下雨的时候 不可能扛着货出门摆摊吧 多亏了当时有丁爱珍的威胁 夏小兰早早地 把地摊转变成了门店经营 成本增加了 可卖货的档次也上去了 利润变得更大 一步走在别人的前面 可不就是步步走在前面 夏小兰本来还想 好好念几年大学 生意的事慢慢发展 这不是被技嘉的事一击 她心里也窝着火呢吗 别人觉得她不行 夏小兰就要证明给她们看看 人就是要和自己较劲 才会有更大的进步 一下午 夏小兰和刘芬 把西丹慢慢看了个遍 这里离我们家也不远 您将来在这里开店 每天还挺方便 不到十公里 在京城这种地方 算什么远呢 以后在京城上班 住在冀北的 每天花在路上的通勤时间 才让人崩溃 刘芬知道夏小兰买了房子后 手里的钱没多少了 咱家的钱还够吗 还行 等店面确定下来 商都那边的店也该分红了 妈 我想把两家店拆开 方便管理 商都的店就归我舅妈要 那边生意已经做起来了 舅妈一个人能经营 您呢 就到京城开辟新的市场 商都的蓝凤凰 能值多少钱 要按市价来估 还真不好说 商都人认可了这个服装店 以后 他还会源源不断地赚钱 一个服装店的经营权 夏小兰并不是很在意 让给舅妈李凤梅 夏小兰可以在京城 另起炉灶 刘芬也没有舍不得 他就是疑惑 那我们两家不合伙了 不合伙 但我们还合作呀 一起经营蓝凤凰这个零售品牌 各开各的店自负盈亏 战略上是合作的 具体的两家店怎么经营 则是分开了 夏小兰当时拉着李凤梅 一起经营服装店 也是想让舅舅家日子好过点 经过一年的发展 蓝凤凰也算走上了正轨 李凤梅可以独立经营了 夏小兰就不用把两家的生意 继续搅合在一起 等刘芬一起来京城 母女俩对商都的服装店 基本上不能有什么贡献了 再白拿60%的利益 夏小兰不好意思 亲戚之间也不能含糊不清 谁太占便宜都不好 舅妈李凤梅经营商都的服装店 舅舅开着自己的装修公司 怎么看一家人的收入水平 都是吊打了同时代绝大部分家庭的 合作的定义和合伙不太一样 刘芬听了半天 觉得女儿说的也没错 不过她还是反复确定了一下 商都的店有麻烦 我们还是要管吧 夏小兰点头 刘芬的那颗心就落到了实处 那意思就是 商都服装店赚的钱都归李凤梅 京城服装店赚的钱都归她和小兰呗 亏钱也是各自负责 刘芬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压力 工作均发生 参考